小魚 Hello 小魚 Hello 小魚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an 今天會和大家拍半年都沒有拍過的Empties 為了不要太長影片 其實我本來已經打算分享下一集 但這一集會是真的Skin Care 例如洗臉、Toner、精華、臉霜等等 如果有興趣看這影片就繼續看 第一個產品就是Topic Creme的卸妝水 它是挺不乾淨的 太溫和了 卸在臉上 又不至於生暗粒暗瘡粉刺 但我覺得它的清潔力是相當之低 所以這一支我不會回購 在我用完這一支之後 我就隨便去萬寧買了一支 叫做Soft毛 它是日本的高斯旗下 一個這樣的包裝的爽膚水 不是 落妝水 在我身上它是挺不好用的 因為它首先是醃眼 雖然我會用眼純色妝液 但最近大家都看到我經常吃節目 我會用來抹眼蓋的眼影 以及眼底的眼線位 但它也相當之醃眼 所以這個我也不推薦 價錢很便宜 但真的很醃眼 而且抹在臉上也不覺得特別舒服 不是特別乾淨 所以我也是不喜歡這個 我去台灣的時候買的 Dr.Wu的 Gentle Soothing Cleanser 以及 Makeup Remover 這個非常好用 但它比較貴 它這麼細枝 其實很快就用完 你也看到跟剛才這些尺寸 其實這個尺寸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特別覺得它很划算 就算去台灣買也不是特別划算 下一支是Bao Dermar的卸妝水 它是美白的系列 我真的看不出它有什麼美白的功能 因為基本上你用一支卸妝水擦臉 都會做到美白的效果 因為你擦 所以我一定會比較光白 但又不是很明顯有美白的功能 接著就有這個1028PH7.5的眼唇卸妝液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它是完全不液壓得來 擦得很乾淨 也不會很有油膩感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後來我在台灣沒有買這支 不知道應該是上次經過的時候 好像沒有貨還是買不到 否則我會做回購的 我買了這個Ponts 這個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但台灣這個非常便宜 是便宜到好像30元左右 還要買一支 除了20多元一支 因為好像40多元買一支 真的非常便宜 但很好用 也不是特別油膩 寫得很乾淨 如果大家去開Ponts 不去開台灣 就記得找這個藍色蓋的Ponts 這個眼唇卸妝液 然後就到這個後 首先就是這個洗臉gel 它算是我其中一個 沒有說真的超級喜歡的 因為它洗出來 效果是很舒服 不乾 但又不是去到要買後的地步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系列裡面 我比較沒有這麼推介的 Dermacept的維他命C 洗臉泡泡 它是洗臉粉 一個一個 好像日本好行的 SUSA的洗臉粉 一粒粒的 手起不會說起到很多泡 要用起泡網才會多的 這個我也很喜歡的 因為它也算是深層清潔 深層清潔 深層清潔 很乾淨 但又不會說真的乾真真 絕了手的 所以我也挺推介 去試一下這個 但就比較貴 而且它真的是深層清潔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就不建議你每天用 但如果好像夏天 或者晚上想卸妝 卸得乾淨一點 那你就晚上用 因為它始終偏貴 所以你日後就不需要用它 我覺得晚上用是OK的 對,它在萬寧便可以買 大間的萬寧 都在文城裡有檢測 Tona第一支 就是Caudalie的Grey Water 即它不算是Tona 它是普通的保濕噴霧 即是這一種 也很普通的 跟Vienna或是La Roche-Prozay的便宜 我覺得沒什麼分別 然後Minnon的 Moist Charged Lotion 2 它是比較濃稠的保濕噴霧 是舒服的 尤其是冬天用 它是一些很濃稠的噴霧 和我之前介紹過的 而接下來都會說的 這個肌炎花潤 大家都知道我和它們有一條合作片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它的成分非常好 但它們的濃稠程度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說保濕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保濕的 因為這個是有酒精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比較濃稠的 它的產品就是這個 但這個呢 我就順便說一下 我覺得它和SK-II的神仙水 是比較相似的 因為它們倆都是清酒發酵 這個有專利食燈是Pittera By the way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之前在IG post過 我用不到SK-II的以前 我以前用SK-II是會敏感和起顆粒的 但現在我是用到的 你試試堅持用下去 大概用兩個星期左右 那顆粒就會清掉 我真的堅持用它兩個星期 有些暗粒或紅點 有它爆 爆完之後 真的非常棒 那陣子的皮膚非常好 好像摩殼雞蛋一樣 滑溜的程度 而且真的長了很多粒粒 但它和它比較 我覺得它的功能是明顯很多的 既然這個在摩殼雞蛋層面上 它沒有那麼明顯 但它也是佔很多 而且它可以濕敷、保濕 也做到一些輕度的去角質 但我覺得這個 比起SK-II來說 它反而比較溫和 這個Albion的健康水 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味道比SK-II還好 你也知道SK-II是口水味的 味道真的不太舒服 但這個Albion是很舒服的 但它是有酒精的 絕對是有酒精 但我用它來濕敷 是每次都會紅色的 我每次都會敏感的 但用它來抹臉是很OK的 那我就覺得 其實抹臉的Toner有很多 我之前也介紹過 像Pixi、Clinic 很多都可以用來抹臉的 就是用來去角質 那我又用來買這麼貴的嗎 那如果你說抹臉乾淨的程度 或者是撕殼雞蛋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它是比較好一點的 反而我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功能 這是FANCO的骨膠原系列的Lotion 它是比較稠的版本 其實FANCO的產品有分 Number One 還是Number Two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Number Two的產品 因為它太輕身了 Number One 也是很舒服的 而且是小平 但它旅行很方便 沒有防腐劑 如果你喜歡這些產品 比較天然沒有防腐劑 那就可以選FANCO 它是比起一般的產品 是特別沒有味道的 它真的沒有味道 你什麼都聞不到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有味道的產品 都可以選FANCO 這個系列我覺得是比起 它藍色的保濕系列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始終都是初熟肌 最後一支Toner 就是這個Bilderma 我以前說過它比較保濕 但薄的系列 這是它厚的系列 我覺得它有點太黏 我始終都喜歡它薄的系列 比較肥的瓶 所以這個我也不太推介 這個還沒在Empte's影片裡說過 這個是Dr.Wu的保濕精華 在我上次的暗瘡影片裡也有說過 這個是比較簡單 很單純成分 只是玻尿酸的保濕 不會太黏的 也不會像一陣風一樣 塗完就沒有了 也很推介油性皮膚 或者是暗瘡性皮膚的朋友 用這種保濕精華 這個我也很喜歡 會再回頭的 然後就是Clarence的Double Serum 在我上次的最外片 我知道很久沒有拍過 最外片那裡有說過 是一個非常適合冬天用的 是油和精華兩個混在一起 那你放一放就已經有兩邊都在 所以我覺得它也是很適合乾性皮膚 或者是混合性偏乾的皮膚用 很輕的那種油 都建議你可以試一試這個 就到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的 一個美白精華 是這個Empla 很多朋友問我 美白精華有什麼推介 我自己覺得用過它 算是真的比較有效 看到美白效果 它是一點都不乾的 其實Ipsa那支都可以的 我知道我還在用美容員 但是這個比較保濕一點點 我喜歡美白精華 塗完上去是比較滋潤保濕一點的 我不喜歡它真的比較膩 我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那這一種就真的完全不會 然後是Believe的這個保濕精華 它是Aquamois 不是 它是Aquabalm系列的 都是藍色字的 是Hungarian Water Essence 它是很薄的 是一些很普通的 很水質的保濕精華 我覺得它不錯的 但如果它跟Dr.Wu比較 我會比較喜歡Dr.Wu的多一點 這個厚也是我用的 很久很久很久 終於用完了 它也挺大支 它是被貼系列的 它是一個肌底來講 我覺得它也是非常好用 它真的做到令你後續护膚品 更加吸收 而且它本身也有一定的滋潤性 但又不黏 如果你喜歡厚的味道 你可以選擇它 但我覺得厚是沒有雪花瘦 那麼大一陣人生味 那麼大一陣中藥味 它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所以我也比較喜歡厚的這個系列 還有剛才我提到的粉紅色系列 另外這個Shiseido 這個很有名的Power Infusing Concentrate 好像叫做紅腰子精華 是中文名 很出名的 它是微薄 很紅的一支精華 我自己用完它是很失望的 它在我臉上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功能可言 它是有點保濕的 但是你說去到真的令後續护膚品更加吸收 增強你的皮膚的免疫力 令你皮膚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我完全看不到這個情況發生 接著就到這個Caudelay的系列 它叫做 Low Activating Anti-Winkle Serum 這個很保濕很舒服 有兩百度 亦都令皮膚的細亂和緊致 幼滑程度是增加的 真的有用的 這支我自己很喜歡的 我不知道忘了回購 讓我用手上的產品 讓我去買這支 接著到MTM的這個美白精華 相比起AMPLA的皮膚 我覺得它是沒有那麼有用的 就是它是滋潤一點 MTM這個其實也不乾的 但我覺得它沒有AMPLA這個那麼滋潤 但是MTM這個我真的沒有什麼明顯 看到皮膚是有兩百度的 但是AMPLA這個就有了 所以MTM這個也很貴的 我就不太推介大家試這個了 再到一些Lotion狀 首先就是後的這個 這支就是我剛才說 我比較喜歡它的Emulsion 它非常之好用 很流質 但又補濕 一點都不黏 味道又舒服 塗上臉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其實它跟這個Dermazep 是挺像的 就是上面之後的保濕 又不黏的感覺 但這個我覺得反而更稠 這個真的很流質 但它有保濕 這兩支也是我很喜歡夏天用的雨液 其實兩支也很大支 是這麼大支 這麼大 其實是很久使用的 一定一定要二選一 我覺得這個包裝比較好 因為它是幫頭的 乾淨一點 買點刀 跟剛才我說過的Toner是同一個系列 即是跟這個Toner是同一個系列 這個雨液也很舒服 很快很容易吸收 而且它已經是No.2 它也不算黏的 夏天用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要等一會 它要少少時間吸收 沒有剛才兩支那麼容易吸收 我覺得是這個MTM的Custom Plant Calming Emulsion 這個也很好用的 它是舒緩的 即是敏感或者容易發紅的皮膚 用它就很棒的 但它也很貴 我覺得抗敏的護膚品 我覺得Avien也做得不錯 因為有一個相同功能 不過這一種是硬妝的 這個是Cream in Gel 這個是比較爽的 因為它是Illusion狀 但Avien其實每一種產品都有分爽不爽 這個就是這樣一大一盒撩出來的 這個是比較難吸收 它塗完之後有一點點膜 等一會才吸收 但這個是很快吸收 接著就到這個Caudalie Soba 這個我很喜歡的 它很薄 真的很薄 它是我所有介紹的面箱裡面 最薄最容易吸收 它塗完之後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你一定會覺得它好像很風 但如果你夏天 你之後早上妝之前 塗它 就很爽的 你幾乎一塗完 已經可以上primer 或者粉底了 以及防曬 你是完全不需要等的 大家都明白 有時塗過濾 或者要等少少時間吸收的 一些雨液 或者面霜 其實就要等一會 才可以塗防曬 和粉底 但它就完全不用等 一塗完已經可以了 也有一定的保濕程度 但它不是很持久 剛才MTM這個 是Emulsion 用完它 就會很清爽 但同一系列 它還推出了 是cream 兩個相對之下 我喜歡這個cream 多很多 首先 味道很棒 有些雲呢拿味 好像雲呢拿雪糕的味道 很舒服 擦完臉 很滋潤 很不會敏感 我記得我用完它的時候 是差不多轉季 轉完 即我轉季的時候 拿它出來用 覺得很棒 如果這個和Avea 這個cream & Gel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棒的 因為它晚上用的是超棒的 它真的好像... 塗了cream 然後覺得很保濕 好像你整晚開冷氣 或是很乾的天氣 都不怕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買的 比起剛才的Emulsion Charlotte Tilbury 這個眼霜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最愛的影片 提過 但我覺得它非常滋潤 我自己也挺喜歡它 但它沒有明顯的去眼紋去皺 我覺得沒有抗黑眼圈的功能 它只是滋潤 我會塗很多的份量 但我完全沒有起油之粒 這個也是它Magic Cream的系列 但它就是眼霜 如果有興趣試 我覺得這個也能試過 而且它現在香港有Counter 你可以去試一下它的質感 Astic Lauder的這兩個眼霜 要一起說 這個就是Liu出來的 這個包裝我覺得有點不合理 這樣我的頭髮是你撩出來的 這樣你撩不到底部的 那怎麼辦呢 最後我覺得我浪費了很多 所以我用不到的產品 但它的成份是有用過這個眼霜 這個眼霜老實實 是它很傳統的 Evance Night Repair的 Eye Cream Eye Serum 真的沒什麼用 但這個用完上去 真的感覺到眼睛有那種 硬了的感覺 好像有拉緊了你的感覺 所以這個真的有用很多 但它的包裝真的有待改善 是一個技術 但事實上的用途 就不太實用 下一條影片應該會有 面膜 身體產品 抗和少許化妝品 如果有興趣 就記得看下一次的Empty's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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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觀看 容器 展示 電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